我们给他的素材实在是太多了 足以让他冲到决赛 我感觉这一季我走到这就到头了 因为他们老说我稿子不行 说我没有攻击性 我也不知道怎么才能有攻击性 你说我有啥攻击性啊 我在台上打名吗 他是说了个谐音是吗 你看我就说我像王剑谷 跟裤脸背筋根本就没有关系 最后我想说我上这个节目之后 我也看了很多人说 我不喜欢李雪芹啥的 我看完挺伤心的 然后我也自我反思了很多 所以借此机会 我还想对那些不喜欢我的人说一句 我也不喜欢你 谢谢大家 我是李雪芹 咱们有缘再见吧 谢谢他绝对瘾 绝对瘾 太强了 逗逗嫌错了吧